你死老快婆把錢給我拿出來 姑娘我沒拿你的錢 你還不承認是吧 拿過來吧你 喂王總 哎姑娘你的包掉了 謝謝你阿姨 不客氣舉手治勞 阿姨你撿到了我的錢包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 我這裡呢有些紅棗 你拿去吃吧 謝謝你了姑娘 真好吃姑娘 阿姨那把這一包也給你吃吧 那我還有事我就先走了 給我住手 你幹嘛呢 有這個必要嗎 你誰呀關你屁事啊 阿姨我們走 站住 今天不把錢給我 你們誰也別想走 他欠你多少錢 五千 好 我替他給 給 給我站住 你的事情解決了 那這位阿姨的事情呢 怎麼 你還想打我呀 阿姨 他剛才怎麼打的你 你給我打回來 姑娘 快算了吧 謝謝你啊 還不快滾 阿姨 你這樣的話 會很吃虧的 姑娘 吃虧是福 但願這個福氣呀 能保佑我 早日找到我兒子 我老家是河北的 我從老家過來 是來找我兒子的 我兒子已經五年沒回家了 但是我兒子 每個月都給我打錢 我這次過來 就是送了他打錢的地址 找過來的 我想我兒子呀 那太巧了阿姨 正好我和我男朋友的老家 都是河北的 要不這樣吧 您先到我們家 去做保姆 然後 我們一起幫您找兒子 好不好 這是真的嗎 那太謝謝你了 姑娘 那我們走吧 老婆我回來了 媽 兒子 五年了 媽終於找到你了 兒子 哎呀媽 既然你都看到我了 我過得很好 你看你收拾收拾東西 回家吧 兒子 媽不走 媽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媽要留下來照顧你 哎呀媽 你就這麼見不得我好嗎 我現在過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 非要來打擾我呢 小時候因為家裡窮 我遭受了別人多少白癢多少委屈 現在我終於把日子過好了 我不曉得了 我不曉得因為窮 失去我現在擁有的一切呀 媽 我窮怕了 可是兒子 媽已經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你了 你現在從這兒趕緊回家 那就是對我最好的方式 你現在是保姆 不是我媽 我告訴你 這件事 如果讓娜娜知道了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的 我回來了 娜娜 我要走了 我找到我兒子了 我怕把他再弄丟了 我要搬過去和他一起住 這幾天麻煩你了 你和大林 一起好好過日子 那我就走了 等一下 媽 大林 我剛才在門口都聽到了 你是覺得咱媽給你丟人了是嗎 對不起啊 娜娜 你不應該跟我說對不起 你應該說對不起的人 是你媽 她含辛辱苦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 你現在嫌她窮 嫌她給你丟人了是嗎 大林 我問你 她在外面找你 被別人欺負的時候 她有沒有覺得丟人啊 人活一世 不懂得孝順 就是愚蠢 你知道嗎 還有大林 你整整騙了我五年 你說你媽 她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問你 你還是個人 你還配做一個兒子嗎 媽 我知道錯了 你是我最親近的人 你是我最親近的人 而我 卻肆無忌憚的傷害你 媽 對不起 兒子 媽不怪你 只要你們兩個人過得好 媽受點委屈也無所謂 哇 媽媽呀我想你 沒有你的眼裡 沒有你的眼裡 我好不及 我是城市長把你點眼睛 媽媽累了你就好好休息 老闆 四點二百 中資按月結算 可是這都最後一周了 我怎麼都聯繫不上她 是不是 我哪裡走得不周好呀 我奔手奔腳的 可是他總得給我一個答覆吧 我弟弟馬上就要拆學了 他等著這筆錢交學費呢 大姐你先別著急 我去十樓的那家公司 幫你問一下 小韓 你領這位大姐先去辦公室等一下 好的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大姐跟我來吧 哎 娜總你怎麼來了 快請坐 請坐 我這次過來啊 就是想找你了解點事 什麼事 你就說吧 是這樣的 我剛才在樓下 碰到一個外賣員 他說在你這裡堅持做保洁 可是這都一個月了 卻怎麼也聯繫不上你 我就過來問一問 是怎麼回事 啊 你說的是這個事啊 我們趙呀 已經有了全職保洁了 他呀 不需要了 是這樣啊 那人家這一個月的工資 你總該給人家節輕吧 總共也沒有多少 就一千塊錢 這對於你來說 也不是個事 就這麼一點破事 還值得你那種 親自登門呀 真是個人窮事多 哎 人家靠自己的辛苦付出換來的報酬 你要是嫌人家麻煩 早點把錢給人家節輕不就行了 我呀 有的是錢 就是不想給他 他能把我怎麼樣呀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行總你既然是這樣的人 我告訴你 人無性不利 也無性不興 像你這樣沒有誠信的公司 遲早倒閉 哎 你什麼意思呀 既然行總連一千塊錢都拿不出來 那麼我很懷疑貴公司的實力 我們的合作到此為止 那總你就因為一千塊錢就放棄咱們之家這麼多年的合作嗎 小事看人品 你連最基本的誠信都沒有 拿什麼福重啊 還有我告訴你 得人心者得天下 施人心者施天下 你公司連人都沒有了 你拿什麼跟我合作啊 娜總我知道錯了 我呀現在就給他賺 不必了 這點實力我還是有的 至於你 人長得黑 心也挺黑的 你就等著通知吧 老闆怎麼樣了 石楼那個公司的老闆啊 他手機丟了 他還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多給了我一千 這是兩千 大姐您拿著吧 謝謝老闆 謝謝您 坐吧 是這樣的大姐 石楼那個公司的老闆跟我說 你在他那工作非常細心 也特別認真 但是 他們公司不準備再要兼職了 啊 那好吧 不過還有一個好消息 我們公司正好缺一個打掃衛生的 要不等我們公司每天下班以後 你過來打掃衛生 怎麼樣啊 啊真的嗎 老闆 那真是太好了 謝謝您 要不我給您去這鐘吧 哎 別大姐 你能為你的弟弟打兩份工 說明你是一個有擔當的人 所以我決定 我先付你一部分的定金 你趕緊拿著錢去把弟弟的學費交了吧 啊 老闆 這 你就拿著吧 以後好好做事 那謝謝老闆了 等我弟弟大學畢業以後 我一定帶著他當面來感謝你 謝謝 我這心的光很暖 與你有關 有夢就聽得到 用愛忽異感嘆 心裡過的光 我這心的光很暖